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非同一般的力量 可以用来治病疗伤 哪些人挠嗓子眼 催吐古罗马时刻 每吃完一餐 就用羽毛挠嗓子眼催吐 以便清空肠胃继续大吃 他们甚至专门用来吐吐的玩 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直接吐在地板上 他们吐出来的东西也是美食 比如浇了蜂蜜的睡属 那是古罗马人热衷的食物 哲学家塞内卡 公元前三年至公元六十五年 对此有一个精妙的描写 罗马人呕吐是为了进食 进食是为了呕吐 展开全文十七世纪的人 多久洗一次澡 从中世纪开始 欧洲有许多人都认为 洗澡是不健康的行为 会带来疾病 有人甚至认为 洗澡是一种罪 十七世纪的欧洲人对个人卫生并不怎么在意 他们很少洗澡 要洗也是最有钱的人才洗 伊丽莎白一世1553至1603年 被同时代的人士作有洁癖 因为他洗澡洗得太勤了 一个月就洗一回 卡斯蒂利亚王伊沙贝拉 1451至1504年 曾占作哥伦布远航 据说他还曾向人炫耀 说自己一生只洗过两次澡 一次是在出生的时候 还有一次是在结婚之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有趣 有料 有深度来源 百家讲函杂志责任编辑 我会想 בש万不来的 也许习近平 还说是在冠冻的冠冻 感谢观看